看影片之前提醒大家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首相安华上台两年以来已经多次出访中国 甚至打破了任内官访中国最多次的大马首相的记录 那安华这层看似跟中国的好关系却引来一些人攻击他 说他太过亲华 再加上在团结政府当中跟行动党合作 就让安华的身上贴满了亲华这样的标签 还指控他亲行动党 那面对这些指责呢 安华今天在国防大学的分享会上就做出了反驳 他说他自己不是所谓的亲华分子 他也没有偏袒任何的政党 他是从人性和公正的角度出发 他尊重所有的文化所有种族的价值 安华说作为一国领导人 他的施政理念是基于人道主义而不是种族偏见 他还提到虽然马来文化中高尚的礼仪和原则至关重要 但这并不代表要因此而排斥其他种族 他说包容和尊重才是社会的基石 要想和不同种族和宗教背景的同胞共同生活 那就必须摒弃对肤色的偏见 尊重各族文化 维护国家多元性 让不同的族群都能和谐共处 这才是大马应该有的立场 安华强调他绝不容忍那些利用身体上的特征 肤色等等来煽动仇恨的人 比如有人说他不想和单眼皮 或者不想跟黑皮肤的人合作 安华认为这种行为就是种族主义的种子 随时可能在社会中滋长 安华还反问说 难道伊斯兰允许我们凭肤色来侮辱别人吗 他就引用伊斯兰教义呼吁所有的信徒 跟其他宗教必须和谐共处 要坚守公平正义的原则 同时他也认为必须要教导下一代 具备批判性的思维和人道精神 绝对不能被仇恨的情绪所操控 另一方面 针对团结政府过去几份财政预算案中 推行的一些政策 引起一些人批评 政府是在向富人开刀 专门针对富人增税 不过安华今天否认外界的批评声浪 安华就说 政府推行的津贴改革 并不是为了歧视任何的群体 而是为了更有效的分配资源 真正的帮助到那些需要帮助的贫困者 同时减少国家的巨额债务 毕竟现有的津贴机制 无法有效的区分收入阶层 导致富人和穷人都享受着同样的补贴 安华强调政府并不是以罗宾汉的方式来劫富济贫 而是要调整不合理的金贴分配 希望富人能够在可负担的范围里承担他们应有的责任 比如在医院或者在大学支付相应的费用 他还举例说一个开劳斯莱斯的人 同样享受燃油的津贴 他说这合理吗 这显然不合理 所以政府希望高收入群体能够支付实际的费用 而不是让国家继续为他们提供补贴 他认为这样才是公平的